一百年前,玄天鞋帝未取得魔珠,并请鬼谷仙师施展玄术道法,照引天外陨石。 熟料,鬼谷仙师只是假意答应,以偷天换日大阵增强陨石阳刚正气,刺激除魔,鞋帝被陨石轰进地心,邪道蒙由此衰弱。 掉落的陨石亦能波及百里,周围生态也随之聚变,漫山遍野开变食肉的花草,武林中人因此皆不敢来此查看。 地心中的鞋帝与陨石魔珠因为同出一元,竟然相互吸引一变,形成一颗如有生命般的巨大陨石心房,逐渐回到地面。 但是鬼谷仙师算无一策,借着偷天换日大法,将自身与一百零八名弟子的骸骨化成封印大阵,死死踩住心房,使其无法完成复生。 大阵以星辰之位排列,若强行破阵会遭到阵中的阳刚气静灌体焚成焦炭。 先锋盗谷两人带着俘虏的银法王与天经紫剑来到邪道天宫遗址,意图破解大阵封印释放邪地。 银法王虽是鬼谷门人,但也不懂得破解之法,在先锋盗谷的威逼下只能以天经紫剑冒险一事。 刚接过紫剑,紫剑却突然绽放绿色灵光,狂震不已。 带着银法王指导陨石而去,鬼谷先尸部下的大阵也感应到异状,刹那间108道阳刚气静自行鸡舍而出,拦截其去世。 就在银法王胆颤心惊以为自己要避命之际,紫剑却本能护主,把阳气荡开弹向周围。 借着紫剑保护,银法王成功来到心房之上,耳边忽然经文,有人在呼唤自己本名,此人竟是百年前的鬼谷先尸。 鬼谷先尸不费吹灰之力,就将银法王牢牢制住,直言自己百年前早已推算出,门下将会交出这么个心术不正的败类。 但自己非但不会杀他,反而要传他所有玄学道法和毕生功力,让他未卜先知,从此不劳而获。 传功不消片刻就已完毕,鬼谷先尸果真放过银法王,将其丢出阵外。 得到一身道术修为,银法王却望恩负义手持紫剑,重新冲进阵中,意图破坏大阵。 可刚来到阵中,忽然身形一颤,变得一脸大意凛然。 原来,鬼谷先尸早料到银法王会扬奉因为传功只是借口,其实是将积累百年的阳刚正气,攻入银法王信念强行洗白,使其从今往后改邪归正只会做好事。 银法王大呼裂开,从来只有人被邪魔控制做坏事,哪有自己这么倒霉竟要被迫干好事。 随着鬼谷先尸一声令下,银法王守持此剑,对先锋盗鼓二人倒戈相下。 二人虽功力深厚,但也难敌继承鬼谷先尸修为的银法王,不一会便渐入烈室。 几人交战正憨,洞顶山时却突然剧烈晃动,杀使不断剥落。 一条巨大无比的金蚕形象从洞窟上方直穿而下。 原来当日持有一翼洪水倾泻而下,骨柔意外被地基擒获,作为要挟让火凤凰听令行事。 而后地基前往南宫世家谋夺天经,骨柔伺机挣脱束缚,想要逃离犯天地境。 但是邪道蒙人多势众,骨柔还未逃脱,就被重新抓获,惨遭投入毒兽血蛟龙的巢穴中。 血蛟龙是食人肉,一拥而上对掉落其中的骨柔疯狂啃咬。 但是骨柔身具万毒之王金蚕,中毒不死,反而萃取了万千血蛟龙的毒素,强大自己,功力大增。 骨柔对梵天地境的一众邪道蒙恨之入骨,重出生天后大开杀戒,更召唤了方圆数十里之内的毒物,聚集成巨大金蚕形象,攻入地底,意图活埋陨石新房。 银法王以为有人要破坏大阵释放鞋地,急忙施展土龙擎天阵,将洞顶支撑砥柱。 然而,此时道谷突然凌空掠起直扑陨石新房,银法王前去阻止,却中了道谷的苦肉计,被逮住手臂用紫剑直刺鬼谷仙师。 天经紫剑威力莫测,鬼谷仙师肉身瞬间溃散,大阵也随之幻灭。 人算不如天算,鬼谷仙师将银法王强行洗白向善,反而让大阵因此被毁。 银石新房失去大阵制衡,浩瀚邪气猛地爆发红蟹而出,随后急速旋转从地底弹射而起,穿破身后地层,直飞上斜到天宫遗址地面。 银法王等人尾随银石新房回到地面,手持紫剑使出剑气攻击空中的银石新房,试图做出最后努力阻止鞋地复活。 银石新房却突然收缩,以气吞山河之势吸纳方圆十里的生物精华。 道骨精气被吸收,容貌迅速衰老,其余人心知不妙荒芒运功护体抵挡,邪气清洗。 一段时间后,银石新房似乎已经吸纳饱和直冲苍穹在星空中漂浮不动产生异变。 不消片刻功夫,银石新房锐化为一头昂首振翅的巨大魔龙。 一道身影从魔龙背部浮现而出,百年前的绝顶高手玄田鞋地在今日忠于丛林人世。 昔日的江湖霸主丛林人间却固自仰望星空,张口道出一句伤感孤寂的话语,独在异乡为一刻,让人迷惑不解。 银法王一心除鞋成恶,对乘着魔龙回到地面的鞋地拔剑向下,发动地洞吞魔阵,欲将鞋地活满。 可鞋地脸上却毫无情感变化,抬手就在掌心拒出二颗魔珠交叉斩批,只见两股犹如星空银河般的气流掠过四周,来袭土时还未进入三丈之内,就已被瓦解溃散。 周围人皆对其身不可测的武功修为大惊失色。 此时,鞋地道出陨石中的魔珠其实有三颗,但即便自己及其十颗魔珠也不会释放天魔。 话音刚落,竟然出手将可以到达天机法网的坐骑魔龙直接击毙。 银法王对鞋地的举动惊诧不已,虽不完全相信,但自己对鞋地也无计可施,只能暂时跟在其身边观察随机应变。 另一边,牛郎等一众邪道蒙势力皆感知到鞋地已经复活,自知身为鞋地灵童的自己必然地位不保,于是手持琥珀,直扑宗主而来,预先清扫障碍,再寻神兵天经增强实力。